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年是日落区的名字 开始被再入市策130周年 同时亦会选出一名新的市参事 在未来四年代表日落区 现在来中期选举只有10天 这次日落区一共有8名合乎资格的候选人参选 其中有4名是亚裔 华裔余占了3名 是最多华裔参选的一次 我们用了一天跟3名华裔候选人 谈谈他们的经历和竞选的目标 我们不能超过扮计 我愿意超过扮计 朋友们和其他孩子在城市 在城市在城市 他们能够在城市在城市 有些人想起来 有些人想起来 在城市在城市 有些孩子 谭大人在三藩市 Witchman 区出生 后来随着父母搬走 在城河西市读高中 1981年 在帕阿来加大上学院毕业之后 就搬回了三藩市 一直到现在 他大力推动 增加警力 和被警方足够的支持 他做过注册会计师 I've also spent 30 years as a realtor here in San Francisco and I've also sold many homes dozen of homes with the mayor's office of housing for the first time homebuyer program for moderate income homebuyers 现在他是三藩市 市同院政府的税务审计 and I bring in millions of dollars every year from taxes that wouldn't have otherwise come in but I don't get to say where it's spent and now I'd like to switch sides with that 因为三藩市不单只是他 亦都是他两个女儿 出生成长 和以后生活的城市 值得投入更多资源 比下一代 Well right now the after school programs are all private they're not sponsored by the city on a sliding scale and the preschool programs are very expensive for families too we're spending 350 million dollars a year on homeless services and there's 76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that are using the funds but I don't think it's effective it hasn't worked so far if we gave that money to school age kids instead they wouldn't fail our programs 这个西日乐区运动场 就是他做的一个 改善社区的项目 it used to be a unsafe and unclean dilapidated place that had broken beer bottles and the sand when we didn't get the 2008 clean and safe neighborhood parks bond even though our playground was rated in F I said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最开始囚犯的过程 并不顺利 so we started selling cookies for a dollar and sometimes we ask for two dollars there would be some people that would say if I buy two can I get one free and that didn't help us very much and then we got the attention of community leaders and politicians and the media and businesses and we leveraged our efforts with the city and eventually raised 1.5 million 马绍明从1908年 在帕来加大毕业之后 就在华人进步会工作 他是工作正义联盟的 联合创始人之一 他认为当年的组织 和协调经验 是他对比其他候选人的优势 他多年来都借力于改善共申家庭的生活 他在13年前和妻子搬到日落区 不过随着温区越来越高的房价 他开始担忧三藩市会慢慢 令在这里长大的一代 没办法再负担 而好的成长环境 还包括安全的社区 他想重点改善的是公共安全 希望有相遇的警察 当船之后 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目标 就是将三藩市市立大学开入日落区 我们推向市立大学 为全新凡几乎居住人 所以我正想把这些公共安全区 带入日落区 现在我最大的提案是 建议市立大学的标志地区 在日落区区 何忠凌虽然是最年轻的候选人 不过自从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市府和州府实习 帕哈萊加大学士毕业之后 他父母和他从洛杉矶 搬回日落区的总母家定居 他在三藩市加大 考上了注册营养师 在工作期间了解到 只有好的公共政策 才可以令大部份人 获得健康的生活 我认为我就是 我希望能够理解 所有东西 所以我可以帮助人 这是在我身上 我当时是健康师 我并没有感到 有烈心或感到 成为健康师 我做了一个好工作 但我并没有感到 我并没有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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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被州府 Capital Fellows 实习生计划录取 有机会 在加州社会服务部实习 在2011年我獲得了我的醫生 健康政策和公共健康 在 Johns Hopkins 但我非常常來訪問我家和朋友 因為很多人都在網上 所以我沒有移動到 我去Sacramento 2013年 他現在在日落區市三市湯海地辦公室 擔任立法助理 他認為對立法程序最熟悉是他的優勢 他認為日落區最特別的 是一道繁榮的小商業 我們看到很多空間 這就是因為 許多人想開店 我認為有其他方法幫助小商業 因為現在如果想開店 可能會有18項項項 有6個部份 你能夠賠償到6月至1月 甚至開店 面對治安問題 除了警察要盡責之外 加強檢控才可以防止再次犯罪 面對居民的意見和擔憂 他覺得要用更多方法聆聽居民的聲音 一件事我認為很興奮的事 是當時到選擇時 他們都會通常通過 當時我們需要聽到聲音 為何我們不再通過他們 我認為這是正確的 我認為我們必須繼續接觸 移展後 大批華裔居民 因為地價便宜 而在這裏聚居 日落區逐漸成就了現在的繁榮 以前可負擔的地區 生活成本變得越來越高昂 亦有其他不同的問題 究竟今年需要重選的五個雙數區市參試 會如何帶領各自的區和整個三藩市 改善各種問題 這就由選民作出選擇 而在這裏呢